2021年娱乐圈翻车的明星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男人占了半遍天 自古以来总有人去定义女孩子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但越是这样 女孩子们就得越倾向 桂圈就有一些女明星充分展现了什么叫女王的自信 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吧 张雨琪 一个把这辈子都活明白的女人 两次闪婚先又谈了一个小八岁的男友 浑身上吓得透露着自信的光芒 姐就是女王 这歌词再适合她不过了 当初罗志祥被曝脚弹 调穿没有明星敢立马站队 但我们的语机姐转身就放了一个剪八章鱼的诗篇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没人敢比起这么高了好吧 面对志祥解释这样回应的 在某一个事件出来之后你发了一个八爪鱼 是我干的 怎么了 我刚刚关注她她关注了我 她第二天就出了这个事情 我立刻取关了 团队会不会给你一些券歌 他们管不了我 我们泼入这个水从来不挽回收 同时离婚的女王杨米亚 她能火这么小一定是有原因的 年年一级纳税人 光这一点有多少明星做不到 虽然小事弹里的她柔柔弱弱 但现实中的她却时时刻刻散发着致命光环 杨米你会把前任当人脉吗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 如果她把你当人脉你会帮她吗 不帮 孩子在外面还是得稍微 哎呀 好 下场会更短 NICE 赵丽勇人送外号赵小刀 也是娱乐圈的拼命三鸟 上一个获得此称号的人是杨米 目前她虽然与杨米一样离婚带个娃 但网传俩人却不在一个镇摇 别人都觉得女人叽叽歪歪 赵姐不同意了 有时候觉得女人多的地方叽叽呱呱的 但是你们男人多的地方也挺叽呱呱的 迪丽热巴 杨米奇相的艺人 由杨米亲手带出来捧红 这样的话 多多少少有些密解当年的影子 女王气质当然不可护卷 而热巴似乎也知道自己天生丽质 当听到别人说想要得到她时 女王劝你把话收回去 宋茜 一个直的不能再直的之女 说起话做起个事来毫不果断 即使面对镜头也毫无退缩之意 而当她面临和热巴一样的问题时 她不假思索的样子真的是爱了爱了 竹竹姐家 一个除了魅力还是魅力的女人 你能想象姐姐已经37岁了吗 她选择在自己最火的时候公开恋情并且生了完 看似恋爱脑的她 面对记者的心里体外眼睛就连闸都不上影响 如果有人跟你抢男人怎么办 让给他 不抢吗 不抢 男人多的是 男人多的是 娘静真正的女王 与张与琪不同 与杨幂不同 甚至说与娱乐圈的女明星全都不同 她是那种站在那就能让人感受到欺少的女人 也许只要从她口中说出那句话才不会被骂 反而还会成为流行狗 还要介绍我是谁 骂我这几十年白干了呗 都不知道我是谁 此话一出那冠军的位置已经十拿九稳了 毕竟谁敢不投姐一票呢 而这样的女将人也离婚了 不过她当初的一段采访显然道明了自己不缺男人 听完这些女王发言 你有没有被爽到呢 家人们还知道娱乐圈里哪些拽解的发言呢 快分享给大家吧 我们有缘再见